《霍思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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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思達,你在做甚麼 我?你也看到了 在看《那些年》 《那些年》也對 當然對,這些話題都很棒 幾萬人看重溫,你真是開玩笑 幾萬人看重溫,你有否付月費 幾萬人重溫?幾萬人都說自己有交月費 實際上,每個人都覺得口裝河飽黏 你看你,你的死簽證 夠了…怎樣交 上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吧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了嗎 還沒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挑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hk節目月費計劃 好,又回到第二支了 首先要再講完 杜林浦在演講中有甚麼重點 你會看到另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 他的發言頗有新冷戰的格局 是,這是非常肯定的 當然,新冷戰之餘 他亦有拉攏的隊長 譬如說,他引用北韓來做例子 北韓本身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個流氓惡棍的國家 在小布殊時期 甚至是形容他是邪惡俗心之一 令到,想當年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曾經訪問平壤 看到了金正日 但就... 不是,金正日 對不起 看到了金正日之後 原本都很好的 但是後來這個小布殊批評他在邪惡俗心之後 忽然間那個... 有機會轉變的方向 全部都轉變了 馬上就... 又要核武,又要什麼 很多的恐嚇 直至最近 你看到 美朝高峰會之後 那個... 即是開始回戀的 你會看到 你也會看到 就是最近 這個... 文在寅又跟金正恩開了一次會 那個氣氛是友善的 你會甚至看到文在寅在聯合國那裡 也都公開呼籲說 他已經改過千線 竟然是這樣形容他 你們要信我 哇! 即是信... 金正日託這個文在寅叔叔說 你們要信我 我真的要改過了 而杜林浩也就是說 他說中國去操控他們的選舉 而美國政府方面也說 他們的操控去到一個 無法忍受的地步 所以杜林浩說 我未必再可以跟習近平做朋友 因為他會這樣教我 但是他跟金正恩就做到朋友 他說 因為 I like him and he like me 他又喜歡我 我也喜歡他 我們有期望再將他見面 可以變好機友 又好兄弟 又好安搭 但是他就會... 另一方面 他在意識形態上站得很穩 因為他有兩個字 反共 你沒有聽錯 是在聯合國裡面反共 他是大肆批評社會主義 他是大肆批評社會主義 用委內瑞拉作為一個房子 他又嘲笑這個委內瑞拉 是不是嘲笑呢 評擊吧 不要說嘲笑 他形容委內瑞拉曾經是全球最富庶的國家之一 是 亦都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 是 但是 在社會主義革命家 查韋斯 以至於他的接班人馬道羅 現任的馬道羅 的管治之下 國家竟然去到陷入破產的地步 嗯 當然 他亦都牽涉到很多外來國家干預 譬如中國 大家都知道 債務陷阱 又要扔 所以 他本身 除了以社會主義來說 他亦都抵制這個獨裁的國家 是 他是點了名中國 伊朗 以及委內瑞拉 會不會變成新的邪惡俗心國呢 他說伊朗 在散播這個混亂 死亡和破壞 不尊重鄰國邊界 更加不尊重國家主權 他還有一個就是 製造化 chemical weapons 沒錯 即是這個 觸及到美國的紅線 嗯 沒錯 觸及到紅線 這個就是紅線 這個就是紅線 奧巴馬時代 其實伊朗 伊朗也已經是 觸及過這個紅線 不是伊朗 不是 敘利亞 曾經觸及過這個 使用化學武器的紅線 但是奧巴馬 對此是什麽也不做的 他是嘴炮完之後 就什麽也不做 即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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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國際反化武組織 真的做過這個 詳細的調查 的確這個 敘利亞是使用化武器 但是 奧巴馬 仍然是無農於重的 就說 哎呀 我們要先詳細調查 等等 到真的有調查 結果出來 他又沒有發出過 直至完了 完了之後 他仍然不後悔 他所作出的決定 就是什麽差決定都沒有 什麽也不做 這些才是真正的孤立主義 對嗎 你說這個 杜林浩是孤立主義 但是他現在正在做制裁 他現在是跟別人 有些國家握手 是 然後他在抨擊這個 這個獨裁 和這個社會主義 是令到這個世界帶來混亂 是 所以他堅決反共 是 他當然也提到中國 是 即是中國在破壞這個民主 在搞民主國家 即是我 例如美國 他是在輸出一種革命的 其實是中國 因為之前習近平說過 一筆輸出貧窮 二筆輸出基 三筆輸出革命 還說不知輸出什麽 其實是有的 以這個中國為首的一些獨裁國家 其實是輸出他那種腐敗的價值 去全世界 這個之前都有提過 這個是在民主在退潮這本書 講中國模式 這方面 其實已經很詳盡地去否釋 中國如何去輸出他的腐敗 怎樣去令到那些腐敗的國家 更加腐敗 繼續腐敗下去 以迎合中國的利益 甚至是令到中國 可以伸手入他們的經濟 以至是政治 去擁有他們 終於迎來反動了 你會看到馬爾代夫 都翻到台 一個小國 一個將要六尋的 這個又是另一個大大的潮流趨勢 就是必然反華 即是 不是反共 而是反華 因為很多華人 今作中國的 眾產黨的走狗 你就必然認為 這個惡果 所以你會看到 美國針對這些 共產主義 獨裁的國家 它有自己的一套手腕 而這個其中一個手腕 說回中國 它就是利用這個 所謂的貿易戰的契機 來打入這個缺口 我們是不是應該先出一張圖 是 麻煩 這張圖 就是 在 今年的中秋節 正式生效了的 第二波 的關稅 雖然這裏 看到是三層 但其實只不過是兩層 來的 因為我講過 頭那兩層 加起來那五百億 其實是一層 來的 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 就是 大理 二千億 這裡寫二千億 對 大理二千億 但是 二千億 由本來25%的關稅 就變成百分之十 也夠噁啊 大哥 那中國呢 即是 中國呢 它就只能夠是出六百億 它已經大了 台面所有籌碼 是 那就是出5到25%的關稅 那涉及的產品呢 就如途所是 就不再詳細去解釋 那有趣的地方就是 美國為什麼會去分斷地去徵稅呢 其實 應該有第三波 二千六百七十億 是 二千六百七十億 就是最後一波 但是 第二波是未完成的 即是 我們要給點耐性 即是等第三波 要先解釋 是 第二波怎麼來的呢 為什麼它會由25% 忽然降到10%呢 是 話說 就是 美國在11月 剛才說過 要面對這個中期的選舉 而且這個時間呢 正值是 美國 將要面臨 就是 國內的聖誕採購期 不是訂貨的採購期 是人民的採購期 是 因為其實訂貨 譬如說聖誕貨 其實已經半年之前 已經搞採購期 了 所以這已經不太有關 它是來到美國的時候 才會再關稅 所以它這10% 它分斷地去收 就希望 在聖誕節之前 大家仍然是 繼續開心地去買東西 OK 盡量對不影響 即是關稅盡量地不影響 我們採購的意用 還有選改 是吧 此其一 第二就是 其實它在給時間 美國的商家 一個選擇的機會 都不是選擇的 你要繼續在中國 在中國那裡繼續開廠 然後繼續去參與 這個 這個剝削的 即是商業的剝削 還是還是回來美國 都開中名義的了 去助長就業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即是用美國政府的說法 就是它給時間 給企業去找第二個供應鏈 或者將供應鏈 撤出中國 是 要不就是回到美國那裡開 即是製造業那些 而且它在說製造業 雖然一開始是用蘋果來開刀 但事實上它在說的是 不僅是高端的蘋果 它也在說的是一些 中低端的生產 即是有些甚至是 可能是一些 勞動密集的一些行業 去回歸美國 乃至於你不回歸美國也可以 但是你不要在中國設廠 你可以去東南 去印度 去南美設廠 都不要在中國 所以它給一個選擇 給一個時間的東西 其實都不算是選擇 如果我呢 是純粹 切就一定的 我給你一個適應期 都仁致預算 給你有時間 循序漸進地撤爪 未至於這個 拿手不成勢 還有第三步 剛剛你說到中期選舉 它其實是配合著 它將要做再多一次測試 因為它上任之後 做一次測試 其實是令到美國的經濟改善了 我舉一些例子 譬如說 美國的SUV 即是這個休閒車的購買 由去年年尾開始 已經不斷提升 直到今年的8月 都是折折上升 同期升了0.8到1.2% 另一方面 美國的消費者信心指數 在9月的信心指數 是上升到18年來 聽著 18年來的新高 以及這個 失業率是最低的 失業率是最低的 那為什麼要提到SUV 這件事呢 你買得休閒車 即是有錢 去旅行 開心 你口袋有錢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你退稅之後 你錢包多錢 而美國的退稅 是有實質的效果的 你要知道 除了令到人的荷包多錢 他們願意去再多買東西以外 另一件事 亦是令到行業 生產的行業 製造業 工業 因為退稅 令到他們的 模型中 就變成了一種補貼 他們會願意回到美國開廠 或者是令到他們賺得更多的錢 即是這是乘數效應 這個是乘數效應 你將錢還富於民 那他就會增加更多錢 那你那個企業有活力 經濟也可以維持活力 所以這個第三點 就是加上退稅 廠又回來 然後你那個分段式的加稅 它要去到明年的1月1日 如果中國是 決定報復的話 現在是報復 如果決定報復的話 美國就會在1月1日 即是抵消得到那個 1月1日之後 然後將這個2千億 加碼去到25% 才再增加第三部的2千百多億 師傅明白你的 所以第二部是還未玩完的 是的 而這三部棋 即是這個2千億的三部棋 你看到中國是不可以複製這種效應的 原因就是說 中國其實都退稅 你看到美國 不是交稅嗎 不是 你看到美國說要退稅 中國其實都退稅 為了要吸收這個貿易戰的風波 你會看到現在那個 進口稅是退了 減低了 減低了 減低了一點 是的 7.6 是的 再之前 其實他也放了一次水 一萬一千億 就是說要令到全國那個 那個稅是減低了 那這樣就放了一萬一千億出來 又放一萬一千億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說 中國放一萬一千億的稅 跟美國退稅的效益 是完全不一樣兩件事 原因第一 就是中國的稅 稅庫 本身 每個人背負的稅 本身已經太重 嗯 第二 就是說中國的生產成本 你這項退完稅,那項他就會加稅以外的東西 譬如你能源已經有五種的附加費 今年李克強剛剛撤回了一條國務院宣佈的法案 國務院本來宣佈這個社保 之前按最低的要求去供社保 現在要按真正的月薪去供社保 是供多了三倍的,計算數 他還要追回你之前未交的那些是要補交 所以除了打工仔叫苦連天之外 連那些中小型民企都叫苦連天 你真是要拿我命,你現在已經貿易戰了 你這頭說減稅,那頭你還要剁我多一點 沒有辦法,習大大莫財 他剁過一萬一千億 他如果剁社保的錢是多於一萬一千億 所以就糟糕了 結果李克強就閘住了這條方線 因為真的叫救命 但是李克強即使是閘住了這個社保生增的新法 但問題是你仍然有很多的科捐重稅 有其他非稅務的東西 有很多政治上的政策 原因就是你除了在九十年代的時候 中國經營了分稅制 中國的中央政府,即國稅局 將一些很優質的稅源拿走了 給了給地方 不是給了地方 地方是給他拿走了那些稅 即是那些精容的稅 所以中央的財政是沖塞了的 但是地方的稅就很嚴重了 就因為你抽走了一個稅源 令到他們就要借地方債 另一方面也要透過一些 在不同的考納名目 去收一些物費物費 就向那些企業徵收 來維持地方的行政營運 以及發展GDP 要建立的工程 所以令到中國為何叫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國家 就是這樣來的 人的稅務負擔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當你美國減稅是可以刺激經濟 刺激他的就業之外 你中國的減稅 你是做些什麼 只不過是抵消了貿易戰的震盪 你根本上沒有改善生活 更加你不要說 中國現在 貿易戰更好 令到中國可以產業提升 但是產業提升 你要知道必然會 還有另一方面 就是結構性的失業 由於你那個中低 譬如說你那些 舉個例子 譬如說你珠江三角洲 有間開發LED燈的廠 他打算把高端的技術和技術人員留在中國 R&D的東西留在中國 但是那些比較低端的 低技術的外判工 他就把他判給東南華國家做 那他就令到他那個產業 就是向著高端賣進 那為什麼要向高端賣進 就是因為他可以收更多的錢 他賣得更加貴 那你純粹可以給折頭的空間 就大了 那你就可以抵消貿易 賺你很高的稅 然後你收貴一點的錢 但是你回到後可以給折頭 那你就可以抵消那個影響 但是問題就是說 那你低端的財財 丟掉去東南華做 那本來做的工人呢 就失業了 就失業了 而中國是沒有一個行業 或者是一個空間 創造一個新的行業 去吸收這些沒有工作的人 是不需要的 我可以跟你說 是因為 接下來這個經濟大衰退 蕭條失業的時候 習近平將會發動一個 新一輪的政治運動 新上山下鄉 沒錯 就是吸納這一堆多出來的低端人口 其實不單止低端人口 你更加要考慮到 就是剛剛出來的青少年 在大學畢業那些人的就業的情況 所以為什麼習近平 將來肯定會用這種方法 去處理多出來的剩餘的勞動人口 包括發動政治運動 上山下鄉 政治鬥爭 在他們的角度來說 就能夠有效地去消滅一些 或者是能夠控制到 這些沒有工作的人 不會威脅到他們的政權 這個其實你會透過 其實歷史上有兩種不同的手段 如果你要處理一大堆結構性失業的人 當然 譬如說毛澤東時代的上山下鄉 就是把資稱都扔到國家內以來的農田去開衡 或者是希特拉式的向外擴張 這個是絕對不可能的 就是要備戰抗軍 所以要建兵工廠 而且要吸納一些人 去另外向外擴張 去延伸一些人 但問題就是中國能夠向外擴張到什麼 或者是他能否擴張得到呢 我想大家都有個答案 所以肯定必然是會回復無阻極阻時代的那些事情 這個新的上山下鄉 近來開始發動一些知青 讀完書大學高中畢業的那些 回到自己的鄉下 清去人口 就是那些城市外環的人口 又回到鄉下 而且他也開始去農村農業部 又開始去做一些補貼 就是說 開始搞一些綠色農業 就是去種一些高端的生態 不是 有機種植 就是要賣去外面的 或者怎樣的 就種一些所謂的精品農業的東西 那就會做一些補貼的 農村農業部和財政部 這些項目也是鼓勵一些人 回鄉下 去吸收這些人口 就是你沒理由叫他們去做淘寶 而且你哪有這麼多外賣仔 哪有這麼多速遞 都飽和 那些市場就去無農 但是無農能不能夠去應付 這個張業貿易戰去打壓到這麼久呢 而且軟水又能夠不夠近火呢 這個其實真的要拭目以待 大把花生體 這個發展也是相當有趣 你也看到 將要是怎樣呢 我都很難回答你這個問題 因為始終 始終 你看到習近平最近去到這個黑龍江視察 講這個自力更生 講這個農業要自力更生 對 但是問題就是 想當年這個抗日戰爭的時候的自力更生 其實是要多謝蘇聯的 對 因為不是蘇聯的軍火 即是佔領了東北之後 再給中共一大批軍火 如果中共以後才可以打國共內戰 如果不是打電腦 你叫他們去做那個 即是去生產 什麼的廢話 其實是多餘的 當時大家只是保持不死 他還說 當時團田 是可以將那些田的田產 出口去那些阿非拉國家 那些共產主義兄弟那裏 你說起不死 我想接下來會有一個 經常會出現的 就是短缺經濟 這個就是 接下來中國這三十年 我估計會行的經濟模式 即 那個經濟的資源 或者調配 劃它 僅僅能夠令你不死 即未必會去到毛澤東時期 即未必會出現大躍進 那時候的一些大饑荒 但是呢 你亦都不是好過得去哪裏 僅僅我你不死 所以郭文貴就傳說 這個王岐山的說法 說吃草吃一年 絕對是可以的 而且近年 吃薯仔 不過 近個月來 亦都開始傳出 這個中國的江級消費 就是說他們 其實就是節衣熟食 好聽些 簡約主義 再好聽些 簡約主義其實是因為窮 生活不去到什麼 以前淘寶 現在就要去一些 拼多多 拼多多是什麼 一些都是網購平台 但是是買購買便宜的 還有淘寶的二手市場平台 而不是一手市場平台 淘寶還不夠便宜 還要再淘寶 再吃便宜一點 再用便宜一點 生活水平直線下降 好 今晚都說得差不多 我們都談得非常盡興 下個星期再會吧